華為手機接下來可能成為第一個使用屏下鏡頭的產品 自去年以來,三星、威爾、OPPO、小米等一些公司已經開始發展屏下鏡頭 而現在最新的消息爆料 華為將是首家發佈並亮相這項功能的企業 華為擁有屏下鏡頭的產品 預計最早會出現在華為Mate 40系列機型中 並將於2020年底前推出 現在根據之前的一份報告了解到 華為在屏下鏡頭方面可能掌握了比同行中處於更領先的地位 依照先前的報道稱 華為的屏下鏡頭技術將於今年下半年大量生產 這是華為Mate 40系列發佈的最佳時機 具體應該在10月份左右上市 關於這種屏下鏡頭對手機製造商來說 它涉及在鏡頭區域周圍使用的透明玻璃 該玻璃具有低反射和高透光率的特點 不拍照時可以正常顯示屏幕內容 拍照時屏幕鏡頭區域變為透明玻璃 使光線進入以實現自拍 同時屏下鏡頭必須還與其他硬件完美結合 才能實現更好的顯示 另外新的一種方案還需要藉助圖像算法 來完善更優質的屏下攝像頭體驗 關於華為屏下攝像頭 現在還有被疑似的洩露專利圖 該兩種專利圖是華為在2019年10月份遞交 它們共同點是均具有在手機兩側使用瀑布屏 類似於我們在華民的30 Pro上看到的那樣 沒有可見的側面按鍵 很可能會被輕按和滑動手勢所取代 並且屏幕上無開孔和凹槽 這有力地表明華為正計劃使用屏下攝像頭設計該設備 預計該屏下攝像頭將於今年後半年 最快產現在消費者面前 儘管這兩項專利除了機身背部 屏幕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但這的確證明了華為屏下攝像頭的真實存在 關於華為Mate40系列機身背部的設計 現在還沒有準確的洩露消息 但有些網友分享了自製的概念設計 當然它的可信度也並不高 可見中華Mate40在背面設計中 仍然適用了圓形的鏡頭模塊 其中配備了5顆後製鏡頭 這種鏡頭仍然類似於Mate30系列上 使用的環形鏡頭模塊 對之前變化只是加入了長焦前往式鏡頭 渲染圖像的前面可以看到整塊屏幕 沒有可見的打孔或者是彈出式自拍鏡頭 這可能意味著Mate40將成為首款 就有屏下攝像頭的智能手機 除此之外 Mate40系列除了擁有屏下鏡頭外 該設備還將配備更強的5G芯片 以往採用海獅麒麟1020芯片 而之前的傳言稱 該芯片為麒麟1000 無論是誰 該芯片都基於5nm製造工藝 同時將由台積電外企代工 現在華為已經在開發該芯片 它的性能更強 麒麟1020芯片擁有5nm製造工藝 理論上性能會比蘋果A13更強 同時比麒麟990芯片更是提高近50%的性能 在芯片構架上 之前華為上一代 麒麟990芯片使用了A76的內核 有傳言稱 芯片1020芯片完全可能會跳過A77 而直接使用A78內核 儘管如此 A2M現在尚未發佈其心內核 芯片1020但也有可能會採用A77的內核 另外還有消息人士預計 芯片1020芯片預計將於9月份發佈 而華為Mate40系列的發佈時間 將完於此刻2到4週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